大家好 我是徐明哲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那么今天台股盘中一度上涨99点 中场虽然以小涨作收 但是今天盘中把昨天的空方缺口给回补了 当然受惠于华雅科跟细品这两家非常大的公司 那么同一时间被公开收购或者是美光 那么我们在看整个盘市的时候 今天电子股往上反弹 其实它是架构在于被收购的这件话题上 我们看这整件事情 其实就我波段的角度来看 短线上面这个虽然是利多 但是就中长期的角度 我会比较担心的是电子股后续的发展 因为我讲白话一点 前一波在紫光想要买历程的时候 那么我曾经讲过一句话 我说当你有一笔钱 你今天到了水果摊 然后你把盘面上面所有的水果看过一遍 当然你会把钱拿去买看起来最漂亮 最好吃的水果 那我就说那剩下来的这些水果怎么办 那些卖相比较不好 或者是本来就不太好吃的水果 就会没有人买 那后面就会比较辛苦一点 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两件事情同时发生 那么对我来讲 我会更担心你手上的股票 当然今天盘面上面整个焦点 除了合并题材的股票之外 另外当然就是生计股 那么我昨天在讲生计的时候 其实我相信很多人昨天半信半疑 那么生计股涨这么多了 怎么还会再涨 那当然今天你看到很多的生计股盘中 亮灯涨停板 包含了东洋这些股票 包含了今天大涨号顶 那么你一来一回 从昨天的氛围到今天的氛围 你昨天如果十点之前 你看到了这么多的利空 如果你做错动作 你把股票卖了 那么我相信 你今天不会有勇气 去买生计类股 反过头来讲 如果你在上个礼拜 你是我的忠实观众 我上个礼拜就领先预告 我说接下来礼拜三之前 如果有任何的震荡 你不要因为盘势 去做任何的决定 你做任何一个决定 千万不要被盘势影响 我这句话重复一再讲 我就是很怕昨天 昨天十点之前的状况发生 当然很多话讲在前面 你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 但是我相信我的团队成员 在上个礼拜 不管是传承稿 不管是盘中的抠讯 不管是我们盘后的解盘 都很清楚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什么格局 所以今天盘中会有很多的消息 去跟你谈 有人被买走这件事 然后有哪些供应链 是没有被发现的 等着被买走 我再讲一句 我再讲一句 你可能会不喜欢听的话 那都是做梦 那都是做梦 你同样有一笔鞋 你会把最好的就给买走了 你不会去买二线跟三线 这是我的结论 当然这不关我的事 因为我觉得说 我这两三个月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的操作是什么 我们的操作就是锁定主流 从主流族群里面挑好的股票做 当然升级股今天大涨 你大概用膝盖高的智慧班 就可以想到说 我们的会员今天赚钱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在这一波的行情里面 我说我们这两三个礼拜很辛苦 辛苦的地方在于哪里 在于说 我们帮新进来的团队成员 调整股票的时候 很多人都是讲同样一句话 老师我的股票这么弱 如果玩过不知道会贪钱 对不对 每个人都会有这样子讲 那我都反问一句话 如果你的股票已经转弱了 你为什么还要继续跟他谈恋爱 我觉得没有必要嘛 明明有多头的股票可以买 为什么要去等到空头的股票指纹 反弹再来卖 这是我们一个超盘手 每个人都应该有的警觉性 一档股票转弱 连留都不要留 后面你卖掉了 连看你都不要看 去找别的机会 把他给讨回来 同样的道理 来 我在12月3号的时候讲过 我说台股均线架构带量做突破 我没有预设立场 我没有说一定会涨 或一定会跌 我在等量表态 但是生计股震荡 我早就预告了 长多的股票拉回买 长空的股票反弹卖 后面即使台股真的下来了 我还是告诉你拉回买主流 拉回买主流 转折日到拉回买主流 一直到昨天 台股跳空开地下来 早上10点之前 吓坏了很多人 但是如果你上个礼拜听我讲 这个息会来 你就心理由所准备 等着买生计股 所以我说礼拜 拜三前后是多方最佳的表态时机 今天就日K线上面来算 也才第七天 提早的一天 因为有什么 因为有华雅科跟细评的 这个算起来像短线利多的东西 那提早一天就提早一天 没关系 因为主流股不会因为盘势 而停止自己前进的脚步 所以今天台股跳空开高 补了缺口 留了一根反垂线下来 重点在于哪里 成交量只有723亿 这个不是转折 所以接下来台股如果不下杀取量 就是横向震荡整理 度过这段时间 做一个对称形态 做一个对称形态 所以我对于电子股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明年的电子股还是会很辛苦 有的电子股还有价值 那么就赶快卖 但是如果那些没有价值的 你自己小心了 你自己小心了 我们是集中火力 在生计股 从之前马锡汇 到这一波的最低点 总共跌掉891点 你在这边找借口 指数高了 我不敢买生计 现在指数在这个地方 你总敢买生计了吧 然后你又会告诉自己 这个看起来像头 对不对 对 因为我就是这样听到的 所以我常常告诉大家说 为什么我不断的告诉你 盘氏会影响个股 会影响主流 大概只有短短的一瞬间而已 大概80%到90%的时间 个股是跟大盘 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就举个例子来讲 我讲这个应该是不为过 因为我是最公正的 我这一波在讲 大力光VS耗顶 很多人这一个月真的是想通了 真的 那怎么耗顶这样子 股价拼命的往上涨 然后大力光他不是几跌 但是他是盘跌 就连今天 就连今天 你有没有看到 大力光今天还在创波段新低 2150块 我在11月初的时候 谈过一个全新的观念 我说如果台湾要有一个新的股王 那么他会是谁 我当时这样子问很多人摇头说不知道 对不对 那好可怜 大力光就是股王 对不对 所以说你用已知的去解 那个不有趣嘛 但是用未知的去解 这套数学才有趣 对不对 当时耗顶的价格还在438块半 你很难想象 我当时下了一个标题 我说没有办法取代的是know how 生计里面的新药是台湾产业的新希望 11月3号 当时生计指数还在这里 耗顶已经跑过去了 对不对 后面我跟你补充 我说为什么我要去比耗顶跟大力光 这叫新药股王 这叫电子股股王 新药股王从311块钱 涨到当时552 大力光却从3700块 跌到2400块 后面跌到2500 后面跌到2200 昨天跌到哪里 2195 他今天跌到哪里 2150 那同样一段时间 耗顶从313块 涨到今天收盘价是727 就这一段时间来看 他市值增加702亿 可是大力光的市值却减少了2097亿 那这一张图告诉你什么事情 他告诉你 我们之前的看法 之前的看法 持续获得印证 所以如果大力光跟浩顶 这两档股票的股价 如果你认为股价会说话 那么 我要反问你另外一个问题 那 这两档股票的股价 跟你说了什么 如果你还不清楚 没关系 下半段节目回来我要告诉你 我昨天预告了 明年第一季之前 升级类股 这个礼拜三之前 会是波段的最后买点 有些股票 过去一段时间 有经过筹码的洗链 已经开始转强 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去布局浩顶 没关系 有新的股票 我很少推新的股票 但是我终于确认了 有一档股票我之前看很久 他今天才刚刚转强 赶快进来卡位 休息了之后 我马上回来 恢复家园时 请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护 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 请丢弃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堆分警觉 堆分自我保护 轴轮精细的刻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筑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 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顾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看你这么年轻 怎么就气喘细细的 爷爷你怎么都不会喘 除了运动 我也定期做体势能检测 体势能检测 你看 这里的教练亲切要专业 那我也要定期来检测 运动99 健康99 教育部体育署 关心您 回到现场 那么准备好2016的主流 从现在就要开始布局 股价一定会领先反映未来 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 所以请你为了2016做好准备 怎么选股 请将产业跟公司 未来一到两季的变化 看清楚 未来一到两季 不会好的公司 不会好的产业 请把它剔除 把资金转到 未来一到两季会好的产业 未来一到两季会好的公司 一到两季就很够了 不用看太远 不用看太远 不要什么黄金五年 黄金十年 那个都没有用 一到两季看得清楚 你就是赢家了 你就是赢家 来 所以2015年底 当然要看2016年 上半年一到两季 什么产业会好 先锁定生计 再锁定汽车 从这两个大方向下去出发 把你的眼光浓缩到 会好的产业上面就好了 不用每天听消息去追股票 这个你长久做下来 我相信你自己的感受比我深 有些分析节目 或是盘中的新闻 天天贴着盘面在讲 你听完一档又有下一档 你听完一档又有下一档 天天都有新的 你永远股票追不完 然后像上个礼拜一震荡 你又慌了 这怎么看起来很弱 这怎么看起来很弱 然后就砍 乱砍 没有必要 这样子 长久做下来 你的财富只会越来越少 我们锁定了主流 你说 徐老师 那生计已经好了一季了 那还会再好吗 我说 如果好了一季代表刚热身 那么我们就延续下去 对不对 9月我们给这个大标题 到现在为止 依然适用 你几乎天天在过去两三个月 天天看到这张图卡 怎么找 生计指数 在低点的时候 我们发现了嘛 对不对 然后周线告诉你 这个会往上非常的抖 生计指数做突破 主升段展开 我12月9号告诉你 再好的股票都要振 三支二 12月3号 日K线 我说来一套这条线 该尊重一下了 但是角度很陡的事实 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上个礼拜五 我说下个礼拜三之前 生计指数见低点 今天礼拜几 今天礼拜二 对不对 来 昨天礼拜一 今天礼拜二 昨天礼拜一 今天礼拜二 礼拜三都还没到 他就转强了 所以你看到今天 生计类股 红黑棒拉出来 其实 很多人不是赚不到 只是你不敢 跟你不懂 你不敢 去买强势股 你不懂 怎么买强势股 那我都摆明告诉你了 礼拜三之前见低点 这样子还不够吗 当然 不能讲的一嘴好股票 对不对 讲一嘴好股票 根本不是实战 一个顶尖的操板手 是告诉你 我是这样子看 所以 我这样子做 4174号顶 今天收在727 那公布一下答案好了 好不好 虽然你应该也知道 你应该也知道 我怎么做 来 号顶 8月19号 那么261块钱 你有 两次切入机会 你有三次切入机会 你有四次切入机会 你有五次切入机会 过去这五次 如果你都错过 你眼睁睁看着股价 从261块碰到718 那我斩钉截铁截铁的告诉你 我会做第六趟 12月10号我预告 来到10日线 来到10日线买718块 今天12月15号 我们买在710块 新会员空守者 在710块钱买 有没有穿价 扩讯10点21分 11点33分 确认穿价 定价买 定价买 尾盘收在这里 然后你看到K线 你又发觉 哇 他怎么 稍微震荡一下而已 就好像又要上了 对不对 你或许懂浩鼎 但是你敢买710吗 我常常讲 每个人 尤其是一个操盘手 对于一档股票 我心里面都一个TP值 但是 我不是外资 所以我不能讲 可是 如果你看我节目这么久 你应该知道 我如果不断的 在讲一档股票 那么表示 我们会员所上 一定会有 因为我分析的节目 不是只有给你看 还要让我全国的会员 做印证 所以 我们在操作的过程里面 都希望说 建立起大家一个 不一样的观念 以往你在看投股节目 或许没有人 真的这样子 我过去这两天 我讲说 要买就买王 要买你就买王 真的 很多人这一波看下来 浩鼎可以涨这么多 难道 他这样就结束了吗 对不对 如果我认为还没结束 当然就继续做 没有什么模拟两可 当然 很多人这一波在操作上面 尤其是 我发现 我发现 我们在买王的时候 我们在买王的时候 很多人手上有 高价股 有高价股 甚至不排除你手上有 3008大力光 这样子走下来的股票 我很替你担心 当大力光 在3000多块的时候 你可以买10张号顶 才300块 现在 如果你手上有 10张大力光 那么 你能够换到几张号顶 这叫市值上面的销涨 这叫股价上面的转换 这叫产业上面的世代交替 所以我上半段问你这句话 大力光跟浩顶的股价 告诉你什么 台湾产业的趋势跟未来 已经在改变 你如果没有搭上这一波的洪流 那么 你可能财富向下沉沦 但是如果你是积极的人 你的财富一定向上提升 而且提升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针对浩顶 我还是这句话 王啊 你除了他 你还想要什么 你要买就买最好 只有浩顶 没有浩顶第二 这句话 我今天讲了 总共是第五次 总共是第五次 至于你要怎么做 有些人喜欢单锁价差的 当然是股王站队的范围 单锁一档 但是大部分的投资朋友 不一定买得起耗顶 那没关系 有些体制好的公司 那么 这一波有回撤 三支二有整理过 有清洗过筹码 开始转强的 你也可以布局 这一档我稍微提一下 健康数据的观念 来 那么这一家公司 在11月11号发了一个新闻 跟延华合作 推动 即时生理数据平台 那么这个数据平台 单价是6万块钱 毛利预于高达50%以上 要借由这一家的公司通路 去拓展 去拓展 那么基本面上面来看 一夜结盟 明年有一个新厂扩展 准备投产的是电子体温剂 那么跨入健康数据管理 所以我称之为健康数据的公司 2015年的EPS大概平平 但是明年会开始因为扩产 加新产品的介入 营收开始往上 技术面突破转强 之后回撤 今天再转强 我认为筹码上面很有力 融资再减 外资再往上做布局 那么这是他的基本面 去年赚6块多 今年大概也是持平 他业绩在明年会成长 展望2016 来 外资这一个多月 开始积极的买进 外资 但是股价却是来来回回 走一招 今天刚刚转强 融资已经清掉了 所以筹码相当的安定 如果你想布局新的生计股 那么这一档股票 我认为值得你做介入 值得你做介入 过去这段时间 你如果不晓得怎么切入生计的 现在是绝佳的生计的机会 好的做把握 就可以操作顺利 我明天见 本投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平夫并自负投资风险